大家好,我是Stan 参加2022年杭州亚运的韩国网球选手昆斯诺 在男子单打比赛中输球后 摔毁了球拍 拒绝了对手选手的握手 表现出非常不文明的态度 收到了全韩网的猛烈批评 相关消息也横扫了韩国新闻的热搜 9月25号 世界排名第112位的昆斯诺 在当天的第二轮比赛中 他对阵世界排名第636位的泰国选手 结果出乎意料 他以1比2输掉了比赛 而问题出现在比赛结束后的他的态度 当输球确定后 捆苏诺失去了冷静 多次将球拍砸在球场地板上 即使球拍被摔坏后 他还两次用球拍打在椅子上 然后在整理装备时 再次拿起球拍砸在地板上 在对手选手上前握手的时候 捆苏诺也是看都不看意见 现场的观众们因为捆苏诺的不文明行为 而爆发了血声 随后该影片在中国的微博引起了争议 外国媒体也批评了捆苏诺的态度 捆苏诺在输给世界排名相差500多名的对手后 球拍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摔在球场上 之后他继续用球拍打了椅子 对手选手曾试图与捆苏诺握手 但他没有回应 最终对手选手只能向观众行礼 这消息传到韩国后 捆苏诺真的被骂翻了 甚至网友们得知捆苏诺的女友是温德格斯 雨宾后就有很多网友们到雨宾的IG留言 快逃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国家的羞耻 退出国家代表吧 疯子家伙 你这样的算什么国家代表 滚出国代吧 你是先要接受精神治疗 要严厉处罚他 代表着国家这是在做什么 你实力不足输了 为什么要无视对手选手 做这么没礼貌的事情 滚出去吧 砸球拍拒绝握手 真的是丢光了国家的脸 对对方有不满的事情 就要向裁判抗议啊 裁判都没说什么 你为什么在那里闹 然后又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 真的太丑陋了 有暴力倾向的男生 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 都要避开 因为是公开恋爱 出国的时候也被问了女友的问题 现在做这种行为 又让女友的名字这样被提到 这是那个选手没有礼貌 真的做错了 但是只因为这个要雨宾安全离别 真的是太管闲事了 雨宾会自己决定的 一发生什么事就跑到IG 留这个留那个的人 真的是吃饱饭没事做了 不管是对手选手做了什么事情 比赛结束后做出这样的行为 就是一百个不对 唉 对于韩国网球选手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